明朝俄府慧弘和他一位同年好友下棋 互相争胜利的时候 开玩笑的打他一巴掌 他的同年好友心中很不高兴 慧弘心中非常懊悔 每天前往他家中请罪 但好友始终不出来见面 慧弘的父亲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非常生气 封了一条主板 派人把他送到京城去 命令慧弘自我折打 慧弘拿着父亲所写的书信和主板 到同年好友家中自己折打三次 同年好友才开门出来相见 并抱头大哭 慧弘说罪过是我自己引起的 你为什么要哭呢 同年好友说你做错事还有父亲都次责备你 我现在想求我父亲都次责备我 也得不到啊 已是两人和好如初跟原来一样 由此可见父亲虽然已经死了 还能遇到事情 还能遇到事情 有这样哀痛感伤的情况 那么父亲在世的时候 绝不忍心去抵触父亲 由此次可见 然后父亲还健在的时候 当然是不会太长久 应该要好好把握时机去孝顺 以免到时候感到伤痛